最理想的身材 不能太重 不能太壯 要輕巧 要靈巧一點 其實應該是苦練來的 苦練來的 他的身材並不出色 是 是 對 但是他應該是 我們也知道說 李宗偉的這樣的能力 沒有苦練哪有這麼好的能力 對 對 對 他聽說他的身體是 所謂的就是我們的 他的身體是零子皇 是零子皇 是 是 所以他的這個 那整個的這個移動能力 還有他的爆發力 還有他的瞬間反應 對 都是屬於在世界上 最一定見的這個現象 對 那就算你是天分 但是你沒有經過苦練的話 你也沒有辦法 這麼樣的維持這麼好 而且他也維持了 非常久的一段時間 對 對 對 所以這也是說 為什麼說李宗偉在這個 以球圖上他有不可期待的一個地位 第一個我們也可以看到 他對以球的這種執著跟付出 第二個我們可以看到他打球的這種 溫穩如雅 不溫不可 就算人家怎麼爭執 他也都好像是 這個事情喔 就是 不會去跟人家爭執 而且他也沒有什麼 像很多球員會大聲的喊叫啦 還有什麼 他都是非常平靜的 好像是看他打球 事實上也是一種最大的一個享受 對 對 對 可以說這個球員除了他具有這個實力之外 他的這個做一個運動員 也是非常有內涵 是一個非常有深度的一個 對對對 所以他為什麼說 值得我說很多這個以球球迷的這個尊重 其實我們也知道 努力付出 天分 還有你包括說 你的這個待人 主事 街舞 他都有非常好的這一面 所以你難怪說 他在印 在馬來西亞來說 他的球迷 還有甚至於他是一個 馬來西亞最大的一個明星 對對對 而他的太太好像本身也是 也是一個以前的 黃妙珠 也是一個以前的馬來西亞的一個以球 李子非常出色的現手 是 而李宗偉本身應該也是我們喜歡的華語 應該是也是非常的留意 他是一個華語選手 他的我們的國語他也講得非常好 對 我想跟我們的這個球評 廖之前老師也是 算是一個好朋友啦 啊 也是好朋友 沒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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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但是有跟那個馬來西亞的一些選手是好朋友 這是一個殺對手的情緒 得拿到對方 所以 還想要根本的防護勝 這個球我們就可以等一下從慢動作去做一個分析 你看 他一個防守完了以後 Cash Up 他一個對角 但是他對角 他後退一步 他就起跳 對 這個是一種 要練得非常好能力才有辦法這個樣子 就要很好的腰力技術 對 而且他的爆發力還有瞬間起跳的能力 對 所以一般的選手他很少有這種能力 好 所以你看他這個打的球 而且他在處理每一個球 你再看好像有的時候是不溫不火 對 而且他好像動作也慢慢的 對 但是他就處理到 讓這個球的過渡性的球 都處理得非常的細膩 對 那所以當他要攻擊的時候 那種時候又是我們家 有一句話我們家的 靜如柱子 動作托土 是 爆發起來的時候 那瞬間又是讓你這個 那個心裂不及眼淚 對 你說非常快速 對 可以說他的球技已經到達了 這個羅純青的一個地步 也可以這麼說 好 所以你看他能夠在 16身高172公分的情況下 他最終是沒有拿到這個冠軍 在兩屆奧運跟兩屆世界錦標賽 可是他都打進去決賽 這就證明他一路真的是過關斬將 等於是最後是死也願遠命也 沒有那個命拿到這個冠軍的命 他應該也沒錯 但是如果說以這個樣子 其實完全不瞬間於他在野球場上的地位 對 對 這個球也是屬於一個非常運氣的一個球 對 一個往前的一個兩次動作的一個打法 你看他的撥球 這個非常非常的輕鬆 對 他現在有一些打法往前是做一個兩次起排的動作 像剛剛他有一拍子 感覺上他只是要再戳球 可是卻把球送到後場去 沒錯 這個動作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兩次起排動作 第一次他起排是要騙你的 是是是 但是他沒有打 是 他是再把手拉回來 再做第二次的起排動作 這個是兩段式打法的一個 騙速的一個手 對 等於在那麼短的時間 那麼短的距離 他做了兩次的動作 這個本身就 就是一個非常上層的一個功夫 喔 好球 這個剛剛Kesha普這一個球功夫非常好 對 而且 所以我們也可以 其實Kesha普這一個攻擊起跳的能力 我們也可以知道說 Kesha普並不是換換之輩 對 對 所以剛剛特別說到 他在一個月前 他在瑞士的羽球公開賽 之所以能夠打敗我國的周天成 當然也不是說 我們打敗周天成就是多麼厲害了 但是他的實力也是很有可觀的 那當然喔 因為其實我們的周天成 也不是換換之輩 是是是 對 剛剛那個球 他起跳的速度 還有整個的這個攻擊角度都非常好 但是非常可惜的就是出界了一點點 對 喔 好球 這個就是我們可以看得出 李宗偉的瞬間速度 對 李宗偉之所以能夠成為當今的球王 真的是起來 您看他的動作腳步很輕盈 好像一點都不費力的在場場上移動 不像很多球員都是很辛苦的 像我們剛剛從這個慢動作看出來的時候 克西亞普他認為這個球李宗偉不是要攻擊 是 但是他就有能力說 讓你認為我不是攻擊的這種打法之下 我瞬間做一個百倍的快速攻擊動作 所以這個球攻的不是頂重頂快 但是攻的是出乎以克西亞普的意料之外 對 對 那麼事實上像李宗偉 在2010年的時候也曾經來這邊 臺灣參加過年終總決賽 年終總決賽 年終總決賽 好像在 在臺灣舉行 在臺灣舉行 就是超級一杯的年終總決賽 是 那次他也是最後的冠軍賽 那是2010年的 等於是三年半前了 對 可惜這個球 是一個出界球 但是克西亞普那個球 其實處理的也算是非常好的 是 到了這個民宿到達11的時候 你們按照慣例 就是中場法定的休息時間 像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出 現在這個印尼這個教練叫做戈比將 他也是曾經是全英公開賽的冠軍 就是印度的好手 對 印度的選手 印度的選手 所以我們也可以說 其實印度的這個雨球水準 也是一直以來都不容我們覺得忽視的 對 就像我們剛剛我們酒飲料之前 而且老師特別談到 其實雨球的發源你是來自印度 白敏頓雨球 其實是印度一個村莊的民主 英國的一個村莊 英國村莊 是英國的這個 在印度的軍官 他回到英國度假的時候 就在這個白敏頓的這個村莊 是 但是他們在那邊 這個白敏頓的這個村莊的這個莊主 是一個公爵 是 他在那邊招待他們 結果那一天是下雨 所以就在他們的這個大廳裡面 打板劍球 是 所以才從這裡面去發展出來的 是 但是這個板劍球就是印度的 哇 非常地熱 這球也非常正確 對 等於是李宗蕾這球救了一手 那個再往前那邊 用那個多了一點 讓那個球出得盡 但是兩位球員的表現 我們都應該給他贏 對 那當然喔 而且兩個人 都是把 你看我們這個Casey Up 也是這麼樣的一個認真救球 對 其實為什麼說雨球能夠精采 就是這樣的一些球員 運動的球員 他們永不放棄的這種精神 對 對 剛剛李宗蕾那種救球的方式 而且他移動的範圍之廣 我們真的可以了解到 就像我們球評廖老師所說的 李宗蕾的確是一個苦練出來的選手 沒錯 好 好 好 所以我們剛剛有提到的 就是這個雨球的這個花言 那最重要的就是 因為他們那些金官回去的 在英國度假的時候 他們所打的這個板劍球 就是從英國帶過去 還是從印度帶過去 印度他們就有這樣打板劍球 這種球 其實就是蟻毛加一個 我們以前的那個就是瓶蓋 瓶蓋 酒家瓶蓋 所以慢慢的在從 貝敏頓這個村莊裡面 再去發展 所以 因為以前我們的這個球 都是叫Ball 但是為什麼以球叫貝敏頓 是 這個球 攻擊的速度 還有重量 腳步都處理得非常好 所以幾乎來說 以中緯這麼好的 這個防守能力的這個球位 他幾乎來說 他都沒有動到 所以表示這個球 確實打得非常非常漂亮 剛剛開始UP 跳得也是非常的高 而且在那麼樣後場 能夠把這個球殺去得分 我覺得 可見他的力量也是蠻驚人的 好 所以現在目前來說 KC阿普已經把這個比賽 給慢慢追得起來了 了解 所以現在剛剛連得三分 KC阿普追成了10比11 只落後球王 李宗偉一分 非常運氣的一個國王球 這等於就是在往前比 看誰處理這個球 他的這個技巧比較細膩 阿對 其實運氣是有技術的 這個坐後盾才有很好的運氣 對對對 剛剛也是一個假動作 做一個兩次動作的一個搭滑 嘿 出界囉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就可以從這一方面 了解到 李宗偉現在所處的位置 是一個順風的位置 所以他只要稍微力道一不小心的話 他可能這個球就是會後場的出界 對 等於非戰之罪 因為場地的因素 這個不是說非戰之罪囉 因為這是一個球員必須去克服的 主要的一個因素之一 就是你必須跟場地去 對 做朋友打交道 那當然 齁 我們也請聽跟球員 我們自己的這個隊員 學生說 你 絕對不要去跟我談說什麼 喔這個球場有順利風 你沒辦法打 那因為這樣子的話 那當然你每一個球場你都不要打了 是 換句話說每個球場都有順利風的問題 而且順利風是公平的 是 不是 不是你打順風 對手打就逆風 對 但是他也會有對調場地囉 對 所以對手也會有站在順風的這個地方 你也會站在逆風的這個地方 所以其實不管環境 球場環境多麼的一個惡劣 但是他畢竟比賽的制度是公平的 對 那麼凱西亞普呢 兩次把比分 最近的到相差一分的時候 都沒有辦法一鼓作氣 那麼換言之呢 雙方在 1比1 2比2 兩度平手之後呢 整個戰局基本上是 中文在掌控 但是 凱西亞普他現在目前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就是 他的攻擊的這個企圖太明顯 是 所謂的攻擊企圖太明顯 就是他後場起跳就是空 是 如果說 他的後場起跳 能夠配合一些 一些短調 是 讓李中緯 在整個這個防守範圍必須加大 對 他的攻擊能力才會顯現更好的效果 要不然的話 他只有後場起跳攻擊的時候 李中緯只要防守兩邊就可以了 對 他如果說我突然間起跳 我幫你放一個短球 對 好 那這個球 李中緯的防守就不但是兩邊還要球場的這個 前面兩側 對 這個球是個主界囉 對 換句話說開霞虎他可能要急避球場 希望能夠趕快壓制住對手 而希望一拍能夠提定乾坤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對 所以他 反而沒有運用更多元的戰術 來跟對手周旋 沒有錯 好 12比14 在 凱瑟普 追回了一分 像這個球就是 我們可以從這邊看到 凱瑟普的一個從右前場推到李中緯的右後方的時候 他其實這個球推的角度還有整個速度也都算蠻有質量的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李中緯他是只有後跳一步他就起跳了 對 所以他換個你把這個位置給曝露給李中緯來打 就從這邊可以看到 呃 李中緯的技術啊 可以看到他身體真的非常柔軟 非常柔軟 沒有錯 沒有錯 對 哎 這個球輕了 對 第三度 拍下第三度 比數給拉進來了 拉進來了 非常相差一分 那麼能不能一鼓作氣 把比數扳平 我們看下一球 這是應該至關重要的 有時候追平比數 呃 意味著 我把自己的士氣提升到某個程度了 對 其實他也把自己的能力 給逼到一個提升的一個狀態之下 對 李中緯其實就一個羽球選手的年紀來講 他是1982年10月生的 對 那麼已經 呃 即將 31歲 已經滿31歲 等於31歲半了 對 但是他還能夠維持得這麼好 哎 這個球 相當的可惜 對 可能 Kessia不會挑戰吧 嘿 哦 他好像沒有挑戰的意識 嗯 嘿 非常可惜 對 角度 濕度 打得非常好 非常好 就是差那麼一點點火候 對 也不能講火候吧 應該運氣啦 運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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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的確是一點運氣 對 好 打得已經是非常夠火候 對 打得很漂亮 對 好 好 好球 如果剛剛那一球能夠 現在是要挑戰嗎 這次要挑戰 Kessia不挑戰喔 嘿 這個球應該是個界內球 是 我們的 所以我們看 我們的球評 宜中緯他 是 第一步起來的時候 你是沒有感覺說 他要攻你 是 但是 到第二步一跨 他馬上擠跳 擠跳的時候 他打的是 因為他的手臂擺得非常準 是 硬 剛剛確定 這個球 基本上 他應該是個界內球 對 呃 我們 球評 廖志全老師的眼睛 就是硬眼 沒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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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只是 一個經驗上的一個判斷 是 喔 好球 防守 非常漂亮 對 事實上 你沒有給 李中緯 多角度 多角度的一個 防守的這個位置的話 你要攻死他並不容易 對 這個球應該是一個好球 對 果然不錯 因為 我們可以剛剛感覺到 李中緯打 剛剛這個長球的時候 他有把力量放掉一點 啊 因為他知道 他現在所處的位置是順風 對 沒有錯 呃 在這個球場裡面 呃 有時候打順風球 未必是一個 很幸運的事情 欸 其實 在羽球來說 打順風球是比較不利 哦 因為你不敢全力的去 把力量給輸 把力量給用 用出來 在羽球比賽當中 順風球要做另外一種解釋 對 哈哈 所以他 打順風他不見得是 比較有優勢 是 是 謝謝 那麼李中緯呢 呃 同時也是 印度與紅安賽 也就是超級有期的戰績 啊 可惜囉 衛冕者 這個 其實 Kesiav他已經有在改變他的戰術了 但是在第一局來說齁這種改變戰術的步調可能有一點稍微慢了一點 是 來到了局點 來到了局點 哦 這個球我們也可以看 其實李中緯對自己晃王的這個球他很有信心 對 所以他一打完的時候他就準備往前衝 對 他知道說Kesiav很難去處理這個球的往後面跳球的這個球 對 所以你看他一打他就已經衝過去 他事實上 對Kesiav來講他這球他準備要勾對角 對 但是沒有勾進來了 也不是 他這個球很難跳到後場 只能夠做過對角的這個處理 所以李中緯他就很放心的說 反正你已經沒有辦法打後面 反正我就跑到前面去等你了 等於就是 對對手 我今天打過去的球 對手只有一種處理方式 沒有其他處理方式 高手過招就在這裡 對 而且有時候就是我等你出手的那一剎 我已經準備要動 是 但是你沒有出手我還不動 但是當你一出手我就動 對 好 那麼這就是我們當今球王為我們演繹示範的 他怎麼樣制服對手 很重要的一個經典 我打過去的球 你只能按照我的方式來處理 對 這是高手 那當然喔 這是最好 所以我們也才說 後續上你打的這個球 你就是只有這一兩個角度可以打 對 那我當然就很好打 而且我很放心的去跑 所以你打起來自然輕鬆愉快 是是 所以應該李宗偉在今年的前三個超級羽球系列賽當中 拿到的兩個冠軍 一個亞軍 真的是都打進了決賽了 對 那麼冠軍呢分別是全英羽球公開賽 他在三月底才打完的 對 以及馬來西亞羽球公開賽 那麼韓國羽球公開賽呢是 他在決賽當中的14比21 15比21 直落二輸給了中國的成龍 不過他在全英羽球公開賽也是21比13 21比18 打敗成龍爆了一箭之仇 對 而且他之前已經連續輸給成龍十次 好好好 所以君子報仇啊 三年不晚 所以他們兩個人現在的戰績是8比8 8比8 跟成龍兩個人的戰績是8比8 之前他還是八戶其勝 是的 謝謝我們的廖之前廖老師 也是我們今天的球迷 可以說對我們羽球的紀錄如數家珍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今天在這個比賽當中 也學到了很多羽球方面的知識 包括羽球是怎麼來的怎麼產生的 哈哈哈哈 沒有啦 只是在這個從事羽球這一方面來說 已經也非常長的一段時間了 是 好 李宗偉現在還是 非常漂亮的台下 這個球的角度已經有打出來了 對 有時候真的這個羽球比賽啊 角度比速度可能更需要一些火候 因為角度如果打得準的話 表示第一個你的體力夠 對 第二個你的基本功夫做得非常足 而且你的出手動作非常非常的穩定 是的 因為你如果說基本功夫沒有做足 你的出手的這個手擺的角度 常常是有一點會晃動的話 那你這個球過去的話 常常角度會打不準 是的 所以體力基本功是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所以打的角度打得好 其實跟體力也有關係 那當然喔 也會等於是善用體力 而且善於保存體力 對 有些運動員他力量很夠 可是他可能不善於使用 對 等於是用的是蠻力 那就未必能夠成為一個頂尖的選手 所以我們如果來說 我們如果還是以李宗偉做一個 我們今天來談的人物的話 李宗偉他就算他在攻擊的話 他一定這個球打到 都幾乎來說很穩定 打到他想要打的位置 為什麼 第一個他的體力夠 第二個他的準備時間準 所以他的出手自然會非常穩定 就算我們 他打失誤球的話 這個球他攻的失誤 那也只是在離線一點點而已 他不會有非常離譜的一個 這個出界的情形發生 是是是是 就是李宗偉等於是 羽球 我們說他羽球的教科術 實在是不會太公為他 是非常恰當的一個說法 那當然喔 你如果說一個世界上 現在排名第一名的話 對 他的羽球動作 幾乎來說 是很多人想要學習的一個標 標竿的一個人物 對 對 看他打球就是覺得非常的輕鬆 一點都不吃力 對啊 所以他打球就是有他整體的技術上 還有整個的這個速度爆發力的一個 我們說的是美感 是是是 穿黃色上衣的就是當今的球王 世界排名第一的李宗偉 他是馬來西亞的華裔球員 另外 穿藍色上衣的是地主 印度 很漂亮的一個往前菩薩 就讓你對方你打到我想要的位置 我直接就去一拍把你解決掉了 所以他像我們這個你可以看到說 他最長短球手法的這個應用 幾乎來說 是已經達到爐火澄清的一個地步 對 所以他你感覺這個球他可能是要後挑 但是結果他又沒有後挑 他輕輕的一個抖動一個手腕 變成是一個往前 又是一個角度還有整個速度高度 都非常完整的一個小球 對 所以人家有時候在跟李宗偉打球 你為什麼會那麼難打 因為他的你不可預測性的球太多 對 對 是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李宗偉他光在去年的這個 世界各國的這個羽球公開賽 他當中呢他就拿到了八個冠軍 八個屆球 這個球是李宗偉做了一個變線式的一個攻擊 但是變的角度太大了 是 這個 手臂的這個轉的這個動作太大了 對 但是這個球只要是近的話 這個球的威脅性就非常大 是 是 喔好球 這個 我們看到他在後場在移動的時候 你沒有感覺他要攻 對 對 但是他起跳的時候 你第一個感覺是他要攻直線 是 結果他打下來的又偏偏是對角 所以這就是他讓你有兩種以上的不可預測性 對 結果他打了第三種的這個位置出來 是 對 對 對 他完全沒有辦法去依料他 他要打的是一個對角 對 這就是一個 好的運動員在球場上 展現他的應變 對 或者說他的智慧的一個地方 對 其實 整體上今天我們可以發覺 其實 Kesia普的這個攻擊的這個能力 並 不比李宗偉來得差 是 他的攻擊的速度也沒有來得差 但是問題 他為什麼攻擊的這個效果 沒有李宗偉來得大 這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是 喔好球 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 變線的一個 對角的一個往前球 那也是出乎說 Kesia普的意料 他會打這個對角球 但是這個對角球 他其實用的是抽打 他不是一種 真正的去打 他是球拍往後面抽 去造成的力量 變成是對角 對 所以這也是一種 非常高難度的一個往前動作 對 感覺上好像李宗偉打到現在為止 他的汗好像流的不是很多 因為他有點很輕鬆的那種感覺 對啊 其實他浪費的體力沒有很多 對 那我們相對的 你看這個Kesia普 他整個身體都是死的 對 而且是非常的明顯 對 但是因為他整個的這個啟動 都 還有甚至於跑動 都比李宗偉來得匯力 但是我們如果說整體看起來的話 今天其實Kesia普也沒有表現得很差 是 是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他在這個第一局的時候 他好幾次都要 幾乎要追上了這個李宗偉 對 三度快要追上 而且前面也有打過兩次的平手 好球 是一個 這也是我們剛剛所說的 就是一種 抽 往前 第二動作的 往後抽打的一個打法 對 所以這一個球我們從這裡可以看 是不是 往後一抽 是 是一個非常高段的一個 往前動作 等於是 就是網球的一種技術 加上假動作 沒錯 這個動作有一點類似網球的結局 是是是 結局 但是它是一種綜合性的一個打法 對對對 剛剛看到 這其實可以做更慢的慢動作來解析 它這個技術玄妙 細微之處 這如果說 現場有個比較高倍速的慢速設計 對沒有錯 應該是一個非常非常值得 更高速更精密的一個攝影師 對對 它可以做得更好 對 而且可以觀賞得非常清楚 因為其實 它這一種打法 對 其實你沒有透過我們 在當這個評論解說的話 其實你很難去了解這樣的一個奧妙 當然當然我們非常謝謝 我們今天的球員 廖子謙老師 透過他非常精巧的細緻解說 讓我們觀眾也在這個球場上 欣賞的熟食也上到了一課 沒有 這也是 我們其實也是為什麼知道說 因為其實我們也觀察過 很多李宗偉的這個打法 我們也做得非常唾臭的一個分析 是 那根據你們的分析 台灣的選手 有沒有機會打敗李宗 講真的嗎 至少現階段或現有的選手 現階段不可能 不太可能 是 未來不見得 未來不見得 其實 不過 剛剛特別談到 就是它是這個網球的教科書 如果我們把它的動作能夠 真人別戀 把它做成一個很好的紀錄影片 我們相信應該是 對國內的選手來講 是非常有參考價值的 那這個是絕對有非常參考價值 但是你要跟他達到這個同樣的這種技術水平的話 這個我們就是剛剛我們在重申講的 其實他透過的是非常辛苦的考驗 對 也像我們有一個朋友 是他的一個 就是他一個 算是一個年輕 他常常以前 那個李宗偉到英國的這個時候 都住在我們一個朋友的這個家裡 他早上五點就自己起來 就自己那邊跑步 早上五點 而且都是自動自化 而且從不見斷 而且他對自己的要求非常的嚴格 所以你其實一個出色的一個以求選手 你必須要去忍受的 不但是心理上的琢磨 技術上的苦練 體力上的苦練 但是你要必須要忍耐的是什麼 人家都在玩的這個時候 你是在練球 人家在休息的時候 你還在訓練 對 這犧牲一個成功成名的運動員 其實他的犧牲是很多 對 而且他對自我的要求是非常嚴格的 所以我們也常常在說 他的這個成就 你可以去羨慕他 但是你沒有資格去忌妒他的成就 因為你可能沒有辦法像他 那麼有恆心毅力去過這樣子的生活 對 沒有錯 所以我們說一個成功的這個運動員 還有不管任何一個行業非常成功 他必定有很多辛苦 而且不足為外人道的一個情景 對剛剛非常的漂亮 雖然凱西亞普很漂亮的就球成功 可是就像剛剛我們講的 李中緯了解你這個球怎麼過來 然後你只有這樣的處理方式 所以他幾乎他上網的時候他就救到了 李中緯一攻過去的時候 他只有能夠 就算擋到了 只有能夠擋到的是直線的這個往前球 所以李中緯是 他用的是 為什麼他會這個判斷 你只能夠打這個直線的往前球 因為他用的是變線式的攻擊 是 讓你會認為我要打的是對角 但是我突然間 我用一個變線把這個球打直線 讓你身體有一點轉動 就算你回來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做勾對角的處理 對 只能夠去把它碰過去而已 所以他就很放心的往前面 是 是不是他也有那種隨球上網 這樣的一個基本功 他時時刻刻在提起 沒錯 而且這個就是他本身對自己球的信心 還有整個連貫度 連貫性 所以他就知道這個球 你沒有辦法打什麼球 只能夠打直線 對好像就是說他對這個羽球 他打這個球 他已經裝了遙控器 你知道他怎麼飛怎麼走怎麼回來 沒錯 所以你如果說今天你要去突破他的話 你就必須有更好的 比他更強的防守能力 是 你認為我只有能夠打直線的話 我就偏偏要打對角 是 了解 了解 好 好 剛剛 是 十六比十 比十 對 現在是 還是 其實 是 其實 我們也知道 從今天可以看到 他雖然一組比數在落後 但是 他還是沒有放棄 對 也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就是 必須要一個非常足足之足的 一個運動員的一個精神 對 剛剛 Cashiaf就已經連得了三分的 從八比十六 現在追成了十一比十六 差五分其實 並非大勢已去 也沒錯 沒錯 這個球剛剛Cashiaf也不能放 因為他現在處的是一個 李中緯打的位置是一個 逆風的位置 對 所以他這個球剛剛沒有放是對的 對 可惜 可惜 但是 這個球如果真正的是攻過去的話 其實 對李中緯的這個影響 還是沒有很大 對 李中緯這個技術實在太全面了 而且他照顧這個場周的範圍 又非常的廣 對 你幾乎很難找到他的一些死穴死角 幾乎來說 他是沒有死角 幾乎 哎呀 你們看看 剛剛講到沒有死角 他就幾乎從死角裡面 把這個球救回來 而且 我也知道說 其實他的所謂的死角是 他今天 當天的狀況不好 可是這個 這個 情況 少是又少 十九比十一 幾乎 凱西亞普 要 翻轉比賽的情勢幾乎是很難了 我們也可以說 其實 李中緯這幾年來 這 這三年多以來 李中緯總共大概只有輸過三個人 三年來 就是當然 林丹 林丹 成龍 成龍 還有一場 就是 二零 一二年的 印度公開賽 是 他就輸給了 韓國的孫王 孫王 也是 南韓的這個第一單打 對 不過他今天在這次比賽當中 他很早就被淘汰出去了 對 而且 那一場球也是 韓國的孫王虎 表現 流史以來 最出色的一次 是 剛剛這個 我們廖之前老師講到 就是 二零一二年 兩年前的四月二十九號 他在決賽當中 輸給了這個 孫王虎 哪一次他拿到的兩軍 是 就是孫王虎拿到的冠軍 是 所以 這當然 這二零一二 一三 一四 這三年來 只有三個人 贏過他 是 那所有的 其他的選手 你包括歐洲 包括亞洲 沒有 除了林丹 成龍 孫王虎 贏一次 其他通通沒有人贏過 好 剛剛李中緯拿到了這個 第二局非常關鍵的一分 把比數 拉開到二十比十二 已經來到了這場比賽的 賽末點 可以慢慢的花吧 哈哈哈哈哈哈 可以慢慢的花吧 哈哈哈哈哈哈 對他來講銀行存款多得很 尤其他又是那麼樣一個 那麼嚴謹 打法那麼多元 幾乎很少失誤的一個選手 他把失誤幾乎降到最低了 對 所以 也是一個 對 對 尊重的一個 非常出色 世界頂尖的一個球 對 對 不但是技術了得 而且在待人接務 組織各個方面 都是不可挑剔 不怕不做 對 剛剛李中緯已經順利 達到了第二局 除了贏得的整個比賽 兩局的比數是 二十一比十五 二十一比十三 那麼 李中緯恭喜 李中緯順利的打進了 我們印度羽球公開賽也是 超級羽球系列 今年第四戰比賽的 男單 前四強 那麼今天的比賽 就在這邊 站搞一個段落 我們順便要跟各位 預告一下明天的比賽 明天是